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合价格来看 苹果新款Mac mini搭载M4 Pro版本的起售价为1399美元 尽管定价不算低 但值得注意的是 它实现了与配备24核M2 Ultra的Mac Studio相当甚至更快的CPU多核性能 而后者的售价高达3999美元 从这个角度看 新款Mac mini在芯片性能上的性价比自然更高 除了M4 Pro M4 Max芯片的Peakbench 6基准测试结果也已经出炉 该芯片搭载于新款式4英寸16英寸MacBook Pro笔记本 针对配备16核CPU的顶配M4 Max芯片 结果显示 其多核CPU性能方面 比配备24核CPU的M2 Ultra芯片快25% 比M4 Pro快20% 以下是结果比较 搭载M4 Max MacBook Pro多核得分26,675 搭载M4 Pro Mac Mini多核得分22,094 搭载M2 Ultra Mac Studio多核得分21,351 可以看出 截止到目前 M4 Max现在是Peakbench 6数据库中 速度最快的Apple芯片 不知道 这样的数据表现大家觉得满意吗 除了Mac芯片发布外 本周 苹果还推送了iOS 18.1正式版系统更新 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在今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iOS 18.1中的新Apple Intelligence功能 正在推动用户更新系统 库克指出 用户下载和安装iOS 18.1的速度是去年同期iOS 17.1的两倍 苹果通常会在开发者网站上公布iOS系统和版本的用户比例 但包含iOS 18系统的数据预计要到明年才会更新 因此 这是我们首次从库克口中了解到iOS 18与iOS 17的安装情况推比 遗憾的是随着iOS 18和iOS 18.1beta的相机发布 我们不难发现 苹果在今年6月WWDC大会上承诺的许多iOS 18功能还未正式上线 官方宣称 这些功能将在今年稍晚些时候 即iOS 18.2集以后的版本中才会与我们见面 那么 iOS 18.2究竟会带来哪些让人期待的功能呢 接着今天的话题 Jeffrey就来为大家推测一番 Siri整合ChatGPT智能语音助手的蜕变 苹果CEO库克在最近的财报电话会议上透露 Apple Intelligence功能将分阶段发布 并明确提到ChatGPT整合Siri将在今年底之前推出 这意味着 Siri整合ChatGPT的功能将在iOS 18.2正式版中与我们见面 好消息是 Siri将不再被吸引为人工智障 而是变得更加聪明 能够用更智慧的方式与iPhone拥护互动 坏消息是 由于ChatGPT在中国地区无法使用 因此AI的提供商很可能失百度的闻心一眼 其实也不一定是坏消息了 Gammochi表情生成器 个性化表情符号的新选择 Gammochi是一个能够根据用户面部特征 生成个性化表情符号的工具 尽管它在之前的WWDC上已经亮相 但一直为在测试版中正式发布 然而 最近的iOS18测试版中 我而出现的界面元素 预示着该功能可能即将在iOS18.2中上线 重新设计的邮件应用更高效更简洁 新版邮件应用将带来全新的设计 以及更高效的分类功能 旨在简化收件箱的管理 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 欧盟地区强制显示浏览器选择屏幕 为了响应欧盟的监管要求 从今年底开始 苹果将在欧盟地区更频繁地显示 默认浏览器选择屏幕 所有使用Safari浏览器的用户 将在更新系统或设置新设备时看到这一屏幕 并需每年重新确认一次 智能家具控制 全面支持机器人吸尘器 iOS18.2将全面支持机器人吸尘器 用户可以通过后应用控制吸尘器的核心功能 如电源 清洁模式 吸尘 拖地及充电状态 此外 用户还可以通过Siri与机器人吸尘器进行交互 实现语音控制 其他可能的功能 自定义设置 iOS18.2可能会进一步提升用户的自定义设置能力 包括主屏幕 锁定屏幕和控制中心的个性化调整 照片APP设计更新 照片图库可能会继续优化 提供更便捷的浏览和整理体验 Apple Intelligence集成 iOS18引入的Apple Intelligence个人智能系统 可能会在iOS18.2中得到进一步完善和继承 可以看出 iOS18.2仍然在努力兑现6月WWDC上的承诺 特别是在AI继承 用户体验优化和智能家具控制方面 用户可以期待在年末以来这些新功能 这才是iOS18的真正出行 iOS18正式版在9月发布 而iOS18.1已经在10月底发布 iOS18.2也将在年底到来 有人可能会问 为什么iOS不一次性做好所有功能 非要通过OTA空中下载技术分阶段发布呢 其实手机操作系统非常复杂 每次大版本更新都涉及到大量的新功能 底层改动和安全补丁 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所有功能的研发 测试和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 开发者通常会根据功能的优先几何成熟度 进行分阶段发布 以确保每个功能在上线时是稳定且可用的 一次性发布太多 新功能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兼容性和稳定性问题 尤其是在涉及不同硬件设备和第三方应用时 分阶段推送功能可以让开发团队逐步引入新功能 并在每个阶段进行更精确的测试和修复 从而减少系统崩溃 性能问题或漏洞 所以说 这并不是苹果不愿意一次性做好所有功能 而是所有厂商在面对如此庞大的工作量时 都会遇到的难题 这也确实间接造成了新款手机很多功能 无法结实体验上的问题 但落实到消费者来说 他们可能并不会关心这么多原因 而是直接对苹果提出质疑和批评 不过 无论如何 iOS18.2依然期待一波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对M4 Pro M4 Max芯片跑分成绩满意吗 对iOS18还有什么期待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